台湾动物辅助治疗专业发展协会推动的专业动物辅助治疗金三角 这个金三角的成员包含了动服师 动服员 以及治疗犬 他们的角色缺一不可 动服师主要负责设计活动 缺乱环境 缺乱资源 动服员也就是四主负责引领治疗犬 最后治疗犬也就是负责服务的部分 但是狗狗又不会看病 为什么可以治疗人呢 一般我们没有做到 做菜的 是那种 为什么是动物 因为 因为 动物可爱 然后他们就是很天真和鞋 天生的疗愈作用 所以你教他请他帮忙 比如说拿个水给他喝 这个就是一个治疗 Peanut 今年十岁 是一只服务超过四年的治疗犬 他与Peanut妈的行机 遍布了老人院 特教班等等 喜欢玩笑的地方 就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 就是说我们到老妈的地方 老妈的孩子大概是不太痛的 他因为喜欢这只狗 他把这只狗当为朋友 慢慢慢慢的 渐渐的 他就 形成了一个 突然看到这只狗来 他会很 发出来的声音 原来我们才知道 这个小朋友不是会讲话 这是我们最惊讶的 治疗犬 跟主人是一体的 我们是一个团队 他也不能没有主人 主人也不能没有 Pina的话是说 感谢Pina的妈妈 跟Pina给了我一个欢乐的时光 狗真的是人类最重视的朋友 我爱他们 不是 有法公主而言 是 宝贝 有法公主 是 各种 不俗 干 一大 不俗 不俗 不俗